大家好啊 现在是2023年10月25号8点 今天排的班是从晚上8点到10点半 今天呢下雨 非常的不爽 没法骑自行车 所以呢今天是开车送 那这个呢是我第一次夜间送货 我是想呢就是每一个时间段我都想试一下 我想看一看就是到底什么时间段算是比较忙 什么时间段算是比较闲 尤其是使用不同的交通工具在不同的时间段 因为我确实想更深入的了解外卖这个东西的运作方式 这估计这平台要是听见这话心里得一惊 这位程序员要干什么 没有别的意思 反正本来也是因为好玩 为了锻炼身体才做这个 所以呢就深入的研究研究吧 那今天呢这个GoPro啊 我挂在胸前 我看了一下呢 拍摄的效果不是特别的好 因为它有点低 只能看到一半的画面 主要只能看见我车里的这些屏幕 所以第一单 我现在刚刚接近麦当劳 这第一单就是麦当劳 正好 我现在麦当劳其实就在我的左手 所以我掉一个头就过去 那就是路过了麦当劳的牌子 我前面掉一个头 然后正好在这个麦当劳取餐 我本来以为今天晚上会很闲 没想到这刚 这刚开几分钟啊 第一单就来了 看来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这拍不着这停车场啊 这车还挺多 这晚上八点多 不过晚上八点多 应该还算是饭点吧 真不少 我先取餐啊 因为还是有那个隐私保护 所以我不能拍店里头的情况 我就直接跳过取餐了 取完了 不得不说 取的还挺多 这哥们真没少定 然后这雨也是越下越大 这天不太舒服 有点潮 走 准备第一单 看一下这地址 这一单这哥们这地址 他拼错了 他好像在这个系统里头 他拼错了 所以我得在导航上 我找一下他这个地址 这个拼的不对 格式不对 然后看这个名字 应该也是外国人的名字 可能是刚来 然后还不太会写这儿的地址 我看一下啊 这个倒离着 看看有多远 离着到不远 行 走着 这就是我上一期说的 如果你注册的是自行车的骑手 那你要是开车送呢 所有的订单 就是说从你所在位置到取餐的餐厅 再到送到这个订餐人的手里 总距离是不会超过10公里的 这就意味着呢 如果你是开车送自行车的单 尤其是在夜间啊 因为夜间交通情况比较好 然后停车呢 也不是特别头疼 所以像在这种情况下 你送的效率就会非常的高 这就要比你注册摩托车司机 或者你注册汽车司机 这种单子要效率高太多了 因为那两个单子动不动 就是20公里的单子 或者30公里的单子 就是你这一晚上 其实送不了几单 不过呢 送不了几单也无所谓 反正也都是计时的 但是呢 这会影响到你的账号升级 你账号升级慢 你拿奖金就慢了 我应该是已经接近了 它这个又是城西北区域 就不是最乱的那一块 但是是属于那种 年轻人比较扎堆的地方 这地方反正 不是我夜里特别想来的地方 但是好像这片还好 到了 就左边这楼 我先送货 送完了 果然没有消费 不过我也没有期待 这个地方会出现消费 这面墙 不 这是窗户还是门 涂得跟花瓜似的 这个夜间 确实是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这单子接的也太快了 我刚点确认就来了下一单 真的比我想的订餐的人要多一些 还记得上一期我说的那52厘米乘52厘米的披萨吗 又是那家 市中心 就在市政府边上 和平广场 多特蒙德市中心有一个广场 上面有一柱子 用很多语言写着和平 然后最显眼呢 是最头上的中文 所以呢 那个一直就叫和平广场 那个店就在这广场的基角 老是人特别的多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味道很一般的一个店 可能是纯粹因为这披萨大 那店倒是挺热闹的 而且装修什么的都挺现代的 然后呢 它是个连锁店 这店吧 白天要接着这单子 可就不太好拿 因为这地儿 它不能停车 它是市中心的正中心 就是市政府广场嘛 没法停车 这也就是这个时间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今天想试一试夜间的 其实我这周还约了一个夜间的 就是周六 但是呢 周六如果天气好呢 我应该想骑自行车送一次 我不想老开车 因为我送这个外卖的目的 是为了骑自行车 不是为了坐在这车里 这估计好多多特蒙德的学生 应该认认这地儿 外国人管理局 我就把车先扔这儿吧 这要白天不可能有地儿停 取完了 这雨越下越大 不过这次还好 那店没让我等 上一次我过来 在那儿等了20分钟 特别满 人太多了 今天估计是时间晚了 没那么多人了 赶紧上车 全是水 这一单是要送到体育场 对面有一个新开的酒店 我还真不知道那地方有个酒店 然后看这名字 这好像是个法国客人 距离大概是三公里不到四公里吧 上期节目的留言里头发现还是有很多位朋友 还是搞不清楚为什么我要来送外卖 也有在电报群里的朋友问这个问题 其实这问题我在直播的时候已经解释过很多次了 就是最近这一个月的直播基本上说的都是这点事 就是在这个影片里头 我就再说一下吧 就是给一些没有看过直播的老水友或者新朋友 当然我就不说那么详细了 简单来说呢 就是我中年危机了 突然一下吧 失去人生的目标了 我先给这客人送上去啊 这电梯 收到了一笔小费 那电梯没房卡上不去 客人自己下来拿来了 说英语果然法国人挺高兴 等会儿啊 这刚点完确认这下一单马上就进来了 这个离着还不太远 咱们啊接着说那个中年危机 这老朋友都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我呢虽然现在是公司的管理人员 但是本质上呢 我其实是个做技术的程序员 就是现在我手里头呢 负责很多很多的项目 但是现在随着这个年龄越来越大吧 我就明显感觉到我自己的这个脑子呀 越来越慢了 越来越慢呢 就让我感到有点恐惧 所以呢我最近这个心情啊 就一直不是特别的好 也不是最近了 其实就已经有半年了 再加上呢 这公司这个股东啊 给我的压力特别大 然后大家对我的期望呢 也都特别的高 我就越来越觉得有点力不从心了 自己满足不了大家的这些要求了 然后包括做节目也是 哎呀做节目呢就是虽然没有人逼我 但是呢越做也是越觉得力不从心了 所以呢最近我就老在思考 就是说以这种状态这种情况的话 我能不能干这件事情干到退休 如果我就这么干下去的话呢 可能我既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别人 那想明白了呢 我就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就是离开公司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我呢现在吧 谈不上有特别想做的事 但是呢我特别想做一个特别简单的工作 就是越稳定越好 越简单越好 越不用负责任越好 所以呢我先去找了这个兼职 做这个兼职呢是因为之前身体不好 我刚把餐给取回来 这家店看着是真不错 我刚才进去里面特别的香 就是印度香料的那种味 特别特别香 我是吃饱了才出来的啊 但是我还是觉得特别的香 这个客人住在市中心 就是又得回刚才取披萨那个位置不远的地方 而且他这客人地址怎么住在这市中心主街上 住在步行街上 这什么人啊 看名字又是个外国人 而且他备注上写的是英文 他说送到五楼 我有点好奇 还是接着说这中年危机的事 就是这几年老听我节目的朋友肯定都知道 就是我经常病 谁感冒发烧 我肯定都会被传染 而且呢这几年呢我颈椎有问题 就是老睡不好觉 然后呢就是后背也有问题 腰也有问题 就长时间在那坐着 然后呢去医生那检查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的这个气管 说话太多 也是录节目 然后平时开会特别的多 然后再加上办公室那个空气也特别不好 我的医生呢就建议我要大量从事户外运动 所以呢从去年开始吧 我就开始疯狂的骑自行车 就经常做户外运动 但是吧我发现很难坚持下去 因为吧就没有一个强制力 天一冷啊一不好啊 就不想再骑了 等会啊我先找一个停车位 他就在左边这条街 这个是市中心 我真不知道还有人住在这地方 行了送完了 这是一家医院 不是医院就是诊所 然后下边四层都是诊所 那哥竟然住在五楼的阁楼上 我真不知道什么人 而且呢只说英文 我看着这临时安置的避难的 所以这送餐啊确实挺好玩的 能见到很多你永远都不可能见到的人 那这工作呢因为我选的是就是完全自由的mini job 然后对于我来说呢我也没有任何经济压力 虽然我没有到财务自由那个份上吧 但是呢这么多年在这行里头积累的也都差不多了 至少呢该有的反正都有了 公司那边呢虽然退出管理了 但是呢我仍然是股东 所以呢每年还能有稳定的分红 那现阶段呢就是按照我的想法 换一个简单的不动脑的 能干到退休的一个这样的工作呢 也并不是什么难事 我一直呢有一个梦想 就是想开个餐厅 但是吧我对餐厅这行业了解实在是不够 因为我们家没有相关有经验的人 也没学过 我就觉得呢外卖至少它是在这一行里头的 所以可能是有机会接触这些餐厅 至少能让我先了解一下这行业 咱看看这点了确认多长时间能进单啊 这晚上真够忙的 这你看马上就来 我还是两单合并单 这都是同一家 这是攀披萨 铁盘披萨 又是市中心 我这地儿还是 我这是音乐厅那边 这地儿可有点不好走 嗯 应该 哎呀 这种单吧 骑自行车就特别的爽 但是你要是 因为它在步行街里头 那你要开车 你看你得绕一圈 哎呀 那没办法呀 那这天下这么大雨 没法骑呀 就绕就绕吧 反正这么晚 停车应该 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走吧 就是开餐厅这事呢 其实好多朋友都劝我 我身边有很多人都劝我 然后呢 咱们的听众啊 水友啊 都有人劝我 因为好多人就是干这行的 都说特别辛苦 我呢 现在呢 只是想干一些 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 就是我不想老千篇一律的 去做同一件事 因为我做程序员做了20年了 我把车停在这外边 然后得走一段 这个还挺不好走的 没办法 这 他那是步行街 你车进不去 反正吧 我就觉得呢 这人活一辈子 你总得试试各种各样的工作 对吧 你不能说你就这么一直做办公室 一直做脑力劳动 然后就这么一直做到死 你就跟身体劳动一样 就跟体力劳动一样 你脑力劳动吧 其实也早晚有你干不动的那一天 等你干不动那一天的时候呢 你对大家呀都是一个拖累 这对你也不好 对大家也不好 所以不如呢 试试体力劳动 看看不一样的活法 对吧 这样的话呢 也能多做一些户外运动 能更健康一些 那好在呢 就我没有经济压力 所以呢 我还是比较轻松一些 我刚发现了一件事 这合并单的第二单 距离这餐厅就300米啊 那我还开啥车 我走过去不就完了吗 为什么这哥们不来自己拿来呀 这也要我送我的天 我就溜达两步 我给他送过去得了 我这地儿 这地儿就在市中心步行街上 就过一个口 先走了 反正吧 开不开餐厅呢 我还没想好 我想先通过外卖这个事呢 一个是做户外运动 多骑自行车 调整自己身体状态 调整自己的精神状态 然后呢多接触不一样的人 就是接触接触这种有烟火气的行业 然后呢等看看 是不是能更加了解这行业 然后呢看一看餐厅 是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如果要是说做一段这个外卖 然后接触了很多餐厅之后 然后突然对餐厅没有兴趣了 也就算了 就是我也不勉强 那现阶段呢 就我还有一个个人的这么一个心理需求 就是我想接触更多的人 就是我想接触除了朋友 除了同事 除了客户以外的 在现实生活中的人 不是说在网络上的大家的水友 等会儿我感觉我已经到了 这地图就我就在边上了 就这么近 我靠 这是个什么地方 这好像是个青年旅社 市中间有这样的地儿 那订餐呢是个特别年轻的一小孩儿子 我估计看见那地儿是个青年旅社 诶 这是音乐厅 这是多多没多音乐厅 今天好像是有活 有活动 有音乐会 你看这老头老太太 你看穿的都这么正式 这就是看音乐会 不久之前我也在这儿看了一场 是一个俄罗斯的钢琴家 跟杜伊斯堡哀乐乐团的一个音乐会 还挺好 这么晚了也挺热闹的 所以这就是我特别想要的那种烟火器 也可能呢 现在就是新鲜劲 但是这是我现阶段想要的 下个单子 我下一个单子 刚才我看了一下这地方 不太美妙 又是城北最乱的那区域 唉 晚上我不想去那地儿 反正吧 我觉得说这么多 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年危机 但是呢 除了经济上没什么压力 我这人还有一优点 就是我行动力特别强 所以呢 我想到 我就会马上去做 到了 这地方真不太妙 这个区域 还有这个地方给我的感觉 都是那种比较乱的地方 我的直觉不会错 我靠 这顶餐这姐姐 我的天 不出去再说 哇 这家伙 一开门 一股大麻味 那姐姐特别饿 看见了 我估计 刚抽完 门都没关 就开始吃了 订披萨 订两张嘴 已经呼嗨了 我这个应该是进了90分钟那个小休息了 现在不发单了 哎呀 这姐姐 所以我跟你说呀 我这直觉是非常的准确的 只要你晚上敢往这种地方来 你肯定能碰着好东西 哎 就这对面 刚才 湛俩姐姐 也跟那抽呢 那个味儿 特别大 我现在 我 我是在这等着这休息结束啊 还是我换个地儿啊 我应该换个地儿 嘿 我这是说往那个城外的麦当劳那一动一动 结果一动到一半 他又给我发了一单 还是刚才那个步行街呢 就是那音乐厅那个边上 但不是那家铁盘披萨了 是另外一家店 是一个像赛百味似的 那么一个做那个baguette的一个店 这个要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今天的最后一单了 现在十点了 我看他这个送餐距离 是四公里 所以估计送完了正好十点半 但是你开车往那钻吧 又涉及到刚才那个问题 这车得停的比较远 然后得拎着那个大的外卖包 得走一段 那外卖包贼沉 那外卖包里什么都不装 估计也得有三公斤 不过呢 你不用它也不行 因为你万一要再碰着那52x52厘米 那大披萨 也就这包能装下 那其他的包都装不下 这时间路上人也少了 车也少了 估计比刚才应该能更好停一点吧 这老板可真够逗了 这真是工人阶级兄弟 刚才他问我说你几天下班啊 我说我十点半啊 他说我就知道啊 他说你们这个送的最晚的就是十点半 他说你别着急啊 我慢点做 我特意等你来了我再做啊 你没来之前我都没做 我就是帮你耗耗时间啊 给你耗到十点十五你再走 然后你在路上再慢悠悠的送啊 送到十点半正好下班了 我说谢谢你啊 然后他就等会走转向了走反了 然后他还给了我一杯水 我坐那儿又休息了一会儿 还真是慢悠悠慢挑思理的在那儿做 现在正好就是十点十七 也就是说我现在开车要是过去的话 估计还能混出十几分钟的加班来 这就是计时工作的好处 哎大家都不着急 反正就是混时间嘛 这社会主义阶级弟兄全都互相照应着 哎呀妈呀真温暖真好 头一次感受工人阶级有力量 出发这一单送到刚才那印度菜那附近 在那印度菜边上还得回那边去 22点20这单绝对最后一单了 我慢点开 争取22点30开不到 不能辜负了刚才老板给的那杯饮料 看看多特蒙德这地标这大屋 上边是个字母U 下边是LED屏幕 这是个艺术博物馆 哇到了 这是今天除了刚才那酒店之外 唯一一个好区 就是这边是一个普通社区 这个不出意外的话 这笔应该是有小费 这种区域一般都讲究 果然没让我失望 最后一单 2块钱小费 是今天现金小费收4块 这就是什么呀 就是区域正常 大家就讲礼貌 行了收工回家 我现在还没点那单子的确认呢 要耗着吧 让他自己超时吧 这样他超时之前 因为现在已经是10点半多了 他超时之前这时间全都算是加班了 那就耗着吧 可以总结一下 可以总结一下 今天的收入和花销了 因为今天开车送 所以得把这个 油料啊保险成本给他算进去 那今天呢 工作两个半小时 基本工资是30欧元 一共呢收到三笔小费 两笔都是2块 还有一笔是1块7毛5 那今天呢一共送了6单 奖金是1块5 那有效距离呢一共是18.3公里 所以呢补贴就差不多是2块6 那算上我开工往返路途呢 一共今天跑了是39公里 按我这车的油耗呢 39公里就差不多是不到两升油吧 就算两升 两升油现在的价格呢 一升是1块7毛2 所以呢成本得减掉3块4毛4 然后呢就是车险 我的车险呢一天合是1块1毛2 就按一天算吧 所以呢今天的净利就是35块2毛9 时薪呢就是14块1毛2 比上周六要多一些 因为今天收小费收的多 所以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推荐 就是说你要只是这吃饭 你最好别干这行 因为这行这收入实在是有点低 这收入可以说是目前在德国 可能就最低收入党的这个收入了 就是玩玩还行真干算了 好了回家了 你要是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想要了解呢 你可以在留言里头留言 到时候我在以后的节目里头 再回答你的这些问题 那今天呢 其实上一期好多的问题我都没有回答 因为今天主要这不是一聊这中年危机 又聊多了 那今天呢也是第一次坐车里拍 也没啥经验 拍的也不是特好 周六呢我约的还是这个时间段 如果不下雨的话 咱们还是骑自行车聊 好了感谢你的收看 希望你点赞订阅点小铃铛 咱们呀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